有关于被告林县长以及其女儿林女士的这个部分 甲班均请求反应从众降请 理由是被告林之庙为一县之长 本应克尊职责 延洁致此 但是为继续使用98号土地的临时建筑物 土地地主维持年征土地增值税 对于违背族的行为收盛不正利益 而且放任不具公职人员身份的女儿林女士 召唤县主一级主管进入县长官邸下达指令 问乱县主行政体制 又在担任罗东镇镇长及宜然县长期间 有总额高达预7000万元的来源不明现金 存入向他人租用或补偿借用的金融账户后体力 以此洗钱方式制造向他人循环借贷的假象 假扮因此建计从众量刑 认为这有为了一般泄民的认知及付托 至于县长之女 就是被告林女士 则没有公务员身份 但是凭借着母亲担任地方首长的权利 自意召唤 县主一级主管进入县长官邸下达指令 操弄县主的官员 穿梭介入公务 公职不分 那破坏了体制 而且共同对于违背职务行为 收受不正利益 处理他人 而且犯后否认犯刑 所以假扮就此也见请 从众量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